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节课呢 最后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蓝图呢 也以目录的结构给定义出来了 既然以目录的结构定义完成之后 那我们就说了 目录呢 它就可以自成一套体系 也就意味着说 里面也可以直接去定义相对应的小的静态文件夹啊 或者是模板文件夹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咱们怎么去做这样一段工作呢 咱们怎么去做这样一段工作呢 我们回过来来看一下 比如说在购物车当中 刚才我们已经给这个对应的视图里面 写了一个叫做get card 那我们现在把它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之后呢 比如说我现在让它去渲染模板 render template 我们让它去渲染模板 那渲染模板的话 我们把它得去导入一下 from plus当中 导入 render template 导入之后的话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在进行导入之后呢 比如说我现在会给你创建出来一个模板 然后呢 让它进行构造 比如说模板能把它制造的 cart.html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比如说这模板里面还没有任何变量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模板能不能直接放到哪呢 放到当前的小范围 这个蓝图的证明模板目录里面去做 那我现在呢 直接在这里创建一个对应的html文件 这叫做cart.html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直接去写一个对应的 比如说he标题 he标题 这是cart page 现在是相当于我在蓝图所画的小范围之内呢 创建了一个template目录 然后呢 里面创建出来的一个模板 在这个试图函数当中呢 我让它去渲染这样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的名字呢 跟刚才的名字是一样的 紧接下来呢 我们让程序重新运行一下 我去访问对应的这个试图 看一下能不能拿到crt 它所对应的这个目录 这个模板 那直接访问的就是card cut card 做对应的东西 路径 咱们来去看一眼 card作为前缀 然后呢 还有个getcard 咱们放到这 这时候你发现 它给我报的一个错误信息吧 这个interval server error 代表的是无板的错误吧 那到底是什么错误呢 现在相当于隐藏了 所以怎么办呢 咱们回过来 把这个debug模式开起来 看一下具体的细节 到底是什么问题 debug等于true 咱们给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呢 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一下之后呢 回过来 我们再来刷新 你看一下报的什么错误信息 报的告诉我说 template not found吧 模板没找到 是哪个模板呢 cart.tml 是不是没找到啊 是专于在这样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刚才咱们不是已经给它 进行过创建蓝图的时候 这里面不是已经给它配置过 一个寻找路径的一个基础了吗 我们说了这个蓝图当中的 第二个这个参数 是不是就用来去寻找目录的呀 对吧 它会以这个文件 这个模块所在的 这个目录呢 去寻找对应的静态的 跟这样的模板目录 这是关于这件点 但是我们现在说 你把它放到这里面之后呢 它居然提示 没找到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就在于是说 我们除了要给它 放到这个参数之外 还得给它去显示的 去指明一个值 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个门当中 我们知道了 在这个AV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也是给它指明了一个 下方线下方 name 让它去寻找 整个工程里面的根目录 找到工程里面的根目录之后呢 它会去寻找目录里面 所对应的templates 作为模板目录 还有static 作为静态目录 但是你要知道 那时候呢 你给它配置完成之后 这个templates跟static 是默认的 它就会去以这种方式 来进行寻找 但是回过头来 在这个蓝图当中 就不一样了 在蓝图里面 你给它配置这样的 刚刚任务的话 它只去确认这个根目录 但是在这个根目录 这样当中 到底哪个是模板目录 哪个是静态目录的话 它没有默认值 得需要我们自己的 显示的去声明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去声明template folder template folder的话 就是专门告诉说 你这个蓝图 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你访问的模板目录 可以是哪个 所以呢 在这里面 咱们就可以直接去指明templates 它就相当于是说 以这个模块名字 去找到了当前的这个目录 然后呢 在这当前目录里面 去指明templates 是它的模板目录 所以我们把这个参数 一旦加上去之后呢 回过出来 咱们再让程序 重新运行一下 再来去刷新一下页面 你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找到了 所以就在于这样一点操作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么现在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拽一下呢 我把这个东西 直接给你放到最顶级的 也就是说 整个app对象 也就是说这个整个app对象 它所追应的那个模板目录里面去做 能不能行呢 你看一下 我把它给拽出来 我把它这个剪切一下 剪切一下 然后呢 放到这 再配置一下 这时候你看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蓝图里面 再没有了 就放到的总目录里面 去做了吧 所以我现在呢 再来去刷新一下 为了咱们看的更直观一点的 我把这个card这个东西呢 再给你添加上点信息 121 放到这 咱们保存一下 回过来去刷新一下页面 你看一下 是不是也能够访问得到啊 所以就相当于 如果你模板 模板你的蓝图里面的 小范围里面没找到 它也会上 往顶级里面去找 去找最终的工程目录里面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给它复制一份呢 copy一下 copy一下之后 我让它总目录里面也有 小蓝图里面也有 而且都叫同一个名字 那你说这时候 我在让试图里面 去寻找模板的时候 它到底寻找的是哪个模板 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换一下 这叫比如说叫做222 相当于在蓝图里面的 叫做222 然后呢 主要的东西呢 叫做111 然后呢 咱们让程序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 这时候发现的什么东西 没有变化吧 我把这个东西呢 回过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对应的这个card template 的card html 放到这里面来 对应的是222 然后呢 这个template里面 看111 对应的是111 然后呢 在试图当中呢 咱们还是让它直接去渲染 card html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眼 直接重新的去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页面里面 对应的状态是多少 280 200代表不是缓存吧 是真实最终拿出了一个新的结果吧 你看这个结果多少 11118 11是哪的 是不是这个东西 总的目录里面自断 所以它就相当于 你只要总的里面有 总的优先级是要高于子的 高于小模块的 所以以总的为主 那么现在再来去说一下 那相对应的 关于这个蓝图里面 你还可以如果进行定义的时候呢 那还有就是说 你如果有相当于的 这个静态目录 那里面也有相对应的静态目录 static folder 都是相同道理 往过放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不再去说了 感谢观看